然后接着我们再看这个 这个是他自己沾病 这个是他自己沾病 那么自己沾病 同样式摇为我们的关注点 对吧 式摇为关注点 那么这个式摇 他越见相克 日程对他是帮扶的 越见是克他的 日程是对他相帮的 那么这种情况下 这种情况下 他其实并没有像我们前面所说的 这个人好像很差 对不对 没有说很差 那么这个时候又有一个 生经来帮他 又有一个生经来帮他 按理说这件事情应该是好事 我们这个卯木 好像没有对他们产生什么样的作用 这个生经来帮这个害水 按理说应该是好事 对不对 那么 以和老人也说了 式为用神 式摇害水 子日拱之又得生经 原神动而相生 乃不死之正耳 独以生经木与丑月 其不能生乎 这里也和老人突然间 讲了一个生经木与丑月 但是讲三木的时候 也和老人是明确指出 三木是日程木 动摇木 以及变摇木 一般情况下 一般情况下 是不论月间的木 那这个卦里能不能论呢 可以简单的论月间木 可以取月木之相 但是不能论实质 所以我觉得这个卦象出现问题的主要原因 不是因为生经入木 你们可以找找问题 找找原因 就这个生经 这个原神 它属于我们前面所说的 这个原神无力的哪种情况 属于我们原神无力的哪种情况 有同学说了 生经化未土 月间相冲化破 对吧 化破 也是化空 化空破 化空破 没错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点 也就是 我的原神要发动来生我这个世遥 结果我化了破 我化破也就算了 我回头生了 我也无所谓 我还化空破 空又破 它呢属于这个力量啊 达到了一种 就是 基本上暂时没有办法去帮忙的这种情况 也就是这个生经暂时可能出现了一种完全无力的情况 去帮助这个世遥 完全无力的情况去帮助世遥 而且 而且 你说就这样就算了 挂里面还有一个日程止水去冲五火 这个五火会形成暗洞 初级课里面讲过的啊 五火会暗洞 五火在暗洞去刻这个生经 你五火暗洞刻生经 而且你还夹在生经和世遥中间去刻这个生经 说白了 你想过来帮我 我一把火烧在这里 你来 你就要被刻 生经要本事大一点 它也就冲过来了 但是生经偏偏自己又化了空破 这里还一把火墙拦在这里 我怎么过去 我不好过去 这才是这个生经没有去生到世遥的一个主要原因 那很多人可能会认为 胃土化 这个不是回头生吗 这个生经不是回头生吗 这个就要看他自己这个当下得的这个病的具体情况是怎样的 他到底是非常严重的能够等得起的病 还是等不起的病 还是那种能等得起的病 生经元神来生你就像人吊着一口气一样 人不是说你现在生病了 元神生不了 你呼吸不了了 你先憋着憋个十天半个月 等你身体好了之后你再呼吸 你就活过来了 人是没有办法的 人死不能复生 所以一旦这种元神的力量对世遥的这种帮助 一定时间之内都没有去给到的话 会导致世遥的这种精气神里面那个精断掉的 你可以理解为灵魂和肉体之间就那个什么了 没有办法去积养了 然后外加 外加这里有个卯木发动去生无火 帮助这个无火去课生经 而且卯木和亥水再加画一个尘土 实际上是有十二掌声上面一个取香的一个概念 取香的一个概念 这里十二掌声的内容我们还没讲 我们就先不去考虑 你可以记下来标志 等以后学了十二掌声 你再回头过来看这个地方 再回来看这个地方 那么这个实际上是一个死地化墓的情况 死地化墓死了 然后给挖个坑给它埋了 埋到土里面去了 是这个概念 对 死地化墓的一个情况 那么这个属于是像 取香 也就是在前面吉凶钉的情况下 又多出这么一摇 他很多信息都告诉你 这个人可能要埋进去了 那这个时候你才去判断 他可能要埋进去 能理解不 好 我们继续看下一个 那么这种情况下 其实也和老人 他不管是从月墓的角度去理解 还是从其他的角度去理解 我相信也和老人一定看到了其他的信息 他只是没有写出来 总之他怀疑 有一个神经来生他 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神经到底能不能生这起来呢 他到底能不能熬过这个月呢 他心里面一定会犯嘀咕 所以他让他的母亲又起了一挂 在同一天 让这个病人的母亲 请医母再沾一挂 这个是也和老人 我前面第一节课讲的 就是再沾法 当你没有办法把握吉凶的时候 像上面一个挂 生死大事 你看到那样的挂 它里面有吉的现象 又有凶的地方 信息相对来说 较模糊的情况下 你找人家的母亲再沾一挂 没有任何问题吧 我觉得符合多沾的这种情况 对不对 看不懂 再沾大法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 请他的母亲再沾 这个时候信息就很明显了 请母亲沾的话 用神是什么 我们最关注的是什么 请母亲来沾 最关注的是什么 对等于复查了 你去医院看病的时候 你都需要很多 对吧 人家也会联合会诊 你也可以这个仪式查 那个仪式查 最终确定你一个病是什么 所以我们策划也是一样可以的 那么母亲撤儿子 母亲撤儿子 儿子是子孙 他最关心的是儿子的身体状况如何 就跟你孩子撤父亲 以父母摇为用程 对吧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要去看子孙摇 那么而且子孙摇又恰好在这个挂里面发动了 恰好在这个挂里面发动了 这个子孙摇他发动画出一个父母荧幕回头客 也代表着这个儿子他要画回头客 要出问题 只是这个丑土当下是灵月界 再加上日程给他有一个核的作用 让他的力量在当下是比较强的 目前可能没事 但是焦春现在是冬季 现在是冬季 冬季可能没事 换月的时候 换月的时候 一到木月的时候 木望刻土的时候 他就没了 同样的前面一个挂 也是你现在是身经原神缝冲的一个时间 正好下一个月 营月就是原神缝冲的时间 能理解不 那我同学说另外一个子孙也破了 你可以参考这个子孙也破了这个现象 那么主要还是这个子孙回头客的情况 回头客的情况 那么这个就是 母沾子子孙为用神 仇徒子孙虽逢月见 不宜动画荧幕回头之客 幕下无防焦春目望土衰必死 又和钱挂亥水四摇 得身经原神相生 迎月冲去身经者为已 果然足于焦春之月 也就是焦春之日 也就是历春那一天 很多情况下 在换月的时候会应验事情 很多事情 你如果策挂策的多 你实战多了之后 你会发现焦月的时候 会有很多很多挂项应验 那一天你的信息会经常收到 那件事情怎么着 那件事情怎么着 你说的什么 很多人会给你回复的反馈的 2月4号左右 大凡沾病一家俱可待沾 何耳觉知生死之月日可知已 故挂一多瞻 断福祸而更稳 这个多瞻不是让你 凭着自己的主观一年瞎瞻 前挂原神生经 动而生世 当许生日退瞻 而后挂愁土 子孙便荧幕之客 荧月必微 使物荧月冲去 生经者为已 这个时候也和老人就明白 前面那个挂告诉我的 主要信息是什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